大家晚上好 我是张子熙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 精鲁大战 谁将会是关键先生 节目一开始呢 首先来关注中超方面 本周末中超联赛将迎来半城收官之战 最令人瞩目的就是 北京中贺国安与山东鲁能泰山的对决 赛前两队发布的海报 以使命的召唤对历史的传承 充满了火药味 精鲁大战总能受到很多球迷的关注 作为本赛季两队的首回合交锋 山东鲁能坐镇主场严阵以待 鲁能官方海报以使命的召唤为主题 海报以济南奥体中心体育场外观为底 中间三把利剑加鲁能对挥形状的盾牌相交错 寓意 坐镇主场山东鲁能要依靠进攻三叉戟 和如盾牌一样的防守来战胜北京关 还有鲁能球迷解读 这样强势的海报说明了鲁能球迷的一贯态度 那就是谁都可以输 就是不能输给速敌国安 而召唤二字 或许暗指可能上场的鲁能入籍球员德尔加多 国安的赛前海报则选择了底蕴路线 以每一分拼下去为主题 海报中间国安队员高高跃起力压鲁能球员 国安球一上写着1142 鲁能球一上写着1141 并配文 1142分的征程源自每一滴汗水的铸救 1141分的追赶提醒我们时刻不要懈怠 每一分都来之不易 每一刻都拼尽全力 寓意在上一轮国安绝杀福利全取三分之后 国安联赛历史积分达到了1142分 超越鲁能的1141分成为历史第一 同时国安希望在这场焦点大战中 拿下这位同样具备传承与历史的对手甩开差距 国安与鲁能之间恩怨情仇延续多年 此番再次相遇也依旧有着不少的话题和看点 在双方近五次交锋中 虽然鲁能三胜两平保持不败 但在上赛级的足鞋杯决赛中 国安凭借客场进球多力压鲁能获得冠军 也给此番交战增添了更多的看点 本赛季鲁能将重心放在了亚冠上 但是周中与恒大熬战120分钟还是无缘近期 亚冠画上了句号 鲁能接下来势必会将全部的精力放在国内赛场 本轮面对联赛李农阳北京中后国安 即便主力球员体能是个考验 主教练李肖鹏也一定会派出全部主力 让李肖鹏伤脑筋的除了体能问题 还有费莱尼的停赛 与国安的比赛打不了也就罢了 现在看来费莱尼很有可能会受到足鞋的追加处罚 除了费莱尼 鲁能当家射手佩莱也将应伤缺席明天的比赛 作为球队的箭头人物 这将对鲁能的风险产生很大的影响 中和国安方面同样有王牌缺阵 上一轮与福利的比赛中 余大宝虽然打进了颁平比分的进球 却领到了本赛季的第四张黄牌 作为本赛季最能进球的后卫 余大宝的缺席对国安来说 在进攻端和防守端都是巨大的损失 国安阵中目前最火热的球员 当属球队的巴西中场奥古斯托 由于比埃拉近期的表现有所下滑 奥古斯托在进攻端承担了更多的责任 近三轮联赛打进三球并有一次助攻 而且三类进球均为世界波 由于费莱尼的停赛 鲁能在中场的防守硬度必然有所下降 奥古斯托的远射或许将带来更多的威胁 在这场惊鲁焦点战中 即将上演告别战的吉尔是值得关注的人物 而另一个焦点便是德尔加多 已经完成入籍首续的德尔加多 极有可能在本场比赛上演中超首秀 大战在即 鲁能在今天下午举行了赛前的新闻发布会 针对佩莱 德尔加多 吉尔等问题 主角内李肖鹏都做出了直接的回答 此前有不少消息称 本场对阵国安的比赛将是鲁能外援吉尔的谢幕战 下周他就将离开中国回归老东家柯林蒂安 尽管这一消息目前还没有得到官方确认 但发布会开始前 不少山东媒体已经开始与吉尔合影留念 当驱留问题被抛给吉尔本人和主角内李肖鹏时 二人的回答似乎也有所暗示 首先我们现在最关心的重点是下场比赛 因为对我来说下场比赛永远都是下一场比赛最重要的 我来说因为这个未来的东西现在去向还不是很明确 但是说如果说是有一天我真的要走 我一定要抬着头挺着胸 就是像一个职业球员一样走 因为我在山东鲁能这些年 从俱乐部到所有的工作人员 就教练组对我来说都非常非常好 而且足球是这样的话 因为自己的家人那边确实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他作为一个父亲的角色 他必须要去首先家庭最重要 这个首先啊 这个非常荣幸 这个和这么伟大的球员一块共识了 这已经是三年半了 但是我想作为我来说 这个无论吉尔做什么样的选择 这个我都会支持他 因为我们俩几乎是经常在沟通 这个不能说甜甜 但是经常在沟通 那么他现在这个受到的困难 这个我想作为一个人来说 也是确实是非常非常难受 但是他的表现出来的职业态度来说 对我们俱乐部的帮助来说 都是没有别的可说的 我非常满意